歡迎光臨 我們又回來了 由於時間關係直入主題 今次輪到說什麼呢 就是今年好像是八六電影版的 一個很黃金的宣傳期 不斷地有當年電影版的角色出現 而今次介紹就是 最令人很喜歡的奸角 就是這個鴿威龍 好 先看看玩具 今次這個版本就是 Kingdom版本的鴿威龍 之前也推出過不同版本 即是內人袋也推出一次 但以可換食來說 這款是非常完整的 我跟同事玩過 都覺得這件事是非常棒的 我覺得今年年度 應該這款也是上榜的 近年鴿威龍有沒有出過產品 對上都很久了 已經是幾年前 幾年前 好 你又見到今次 可以暗一下 鴿威龍就是 這個太空型的大炮 你見到整件事是非常多情報量的 而這個炮塔 你見到這一個是非常 還原G1的感覺 G1就是這個 好像要亮燈的透明件 它都做回來的 而它都可以玩一個 在炮塔模式 都可以調校角度的 所以你喜歡射高 又可以射低都可以的 那它可不可以做 手提形式嗎 可不可以做 做槍形 這個就不行了 這個就做好 那可能有更多的模式 或者是類似三變的 就讓大家去嘗試 去發掘一下它的樂趣 而今次它還包了一個 它撻回來的MATRIX 而這個MATRIX 可以拔出來 真是一個MATRIX 但是是否裝在它的身上 掛在這個頸上 是一個MATRIX 而變形非常之直覺和簡便 而且沒有什麼變殼 或者是偷膠位 這個是非常精彩的 它就拔了這兩件東西 這兩件東西如果有看過 這個營金桿都會常常 都類似見到這類型的炭空船 那它就化了 今次是只有一個武器 這個是炭空船的樣子 OK 那你將它兩個合體的時候 就變成一個這樣的武器 哦 總共有33個步驟 對 這個變形就將這個炭空船 加上這個 就成為了鑑威龍的大炭 變形都非常簡單 可以看到變形的步驟 大家可以看到變形的步驟 對 這就是鑑威龍的手部份 我覺得這次處理得很精彩 就是它的上半身的部份 這個像是砲身中央的部份 但卻藏在頭部 這組整組可以成為了身體 但打開後又會藏在頭部 這組整組變得非常精彩 這組完全是機械人身體的結構 裏面不是一個空殼 而是引擎有身臟的機械人物體 變成完整的身體 非常出色 變成鮑威龍的上半身 手部都是這樣 只要反上來 刻上去 然後屈手便會變成 這個變形非常直覺 唯一有一個孔 就是手這個位置有兩個孔 其他都沒有什麼孔出現 這隻真的算是簡單 算是簡單 但是外形有靈 不覺得是很老套 它處理得非常好 尤其是臉上是一絕的 腳尖樣 變成腳的部分 然後把這類東西收回到腳裏面 然後把這個摺摺 所以這個變形是非常直覺的 只要由大砲模式變成機械人物體 你不用想 就這樣 很快便便會變成一隻 最後這裏是成為了裙甲 然後把這兩個大砲模式放在背部 把這兩個大砲模式放在背部 把這兩個大砲模式放在背部 補完後面的位置再位置 這個紫色也跟著很軸 跟著洞穴 你看到這麼簡單 真的很快便可以完成了 完成了這麼威武的甲圍路 這次的頭是重點 我覺得它在這個元組之溫 再加尾形上高 是最好的平衡 我想問這個角色跟Hip Hop有否關係 沒有 這個角色跟Hip Hop有關系 沒有 這個角色跟Hip Hop有關系 沒有 這個角色跟Hip Hop有關系 沒有 沒有 這個角色跟Hip Hop有關系 很多都是這樣修法給你 對 腰也是有基本的學動 這個角色跟Hip Hop有關系 腳跟Hip Hop有關系 基本上要什麼也有什麼 還有一張神卡 神卡 神卡 對 這個角色跟Hip Hop有關系 這次的隔圍龍 我非常高評價 因為前面看 和後面看 都是一個很完整的機械 沒有洞 沒有殼 那些做法 拿上手都非常實質 這是多少錢 這是這張卡 應該是400多元 我幸運地抽到這張卡 這張是什麼呢 這張是麥加登 之前好像見到相同麥加登 但是這次這個 也很幸運 它是進化成了隔圍龍 這張 我發現這些卡真的很有收藏價值 如果你喜歡 這些卡都要收藏 但問題是這些卡是要抽的 所以你未必可以抽得很好 我又有七個蜘蛛女 再重複一次 好像最近有一個新的電影版 是否這個 接下來電影版應該 聽聞好像是會關於Bist Wall 對 很厲害 因為最近KINGDOM都會有Bist Wall 我認為整件事會不斷地去煮 由G1到電影版 然後又去Bist Wall 尤其是出了方舟 方舟裡面也有金碟 是找到Bist Wall 很多東西都會和Bist Wall有關 所以如果你喜歡Bist Wall 接下來就會更加大量的產品 期待期待 好 好 很簡單介紹完這個威龍 時間光是有轉頭 很快就會見 拜拜 接著有一個模型 對有一個模型 只是電源還是電源